到这儿了 西北第一村 白哈巴 这狗头是被班哥洗的是吧 哼 好讲话 还有点湿润呢 班哥的口水洗头是吧 孙岳你不下来了吗 行吧 那你在车上咯 看看你那粗糙的发型 有班哥的手艺 这也就是白哈巴了 我们正对着方向 就是哈萨克斯坦 我们现在离边境 已经非常近了 这儿已经有隔离网了 走 我们去转一下 车已经停好 卫生间门口的停车场 西北第一村 走 我们现在去转一下 去村子里面转一下 趁现在还没有完全天黑 山上可是在下雪了 现在 看得见吗 那个云层那儿 可是在下雪 这儿就是渐变色 上面是在下雪 白哈巴是西北第一村 我们后边有一个边防哨所 是西北第一哨 所以这儿是不能放飞无人机的 是不是感觉这边屋里上的雪 比河屋那边薄了不少 当然了 这儿现在也是淡季 基本上没什么人 很少有游客过来 这儿好多狗子 应该都是散一样的 我应该给你俩拴手呢 因为我看见这边很多散养的狗子 我就没给它拴 没有恶意啊 都没有恶意是吧 现在太阳即将落山啊 渐变色 这家伙属实有点射牛了 是吧 没见过外地狗他们都是 这家伙有点射牛 这个大狗子的尾巴是不是 短了一点啊 我发现这些狗子 跟班哥都还挺温和的 不要纹屁股嘛 为什么要纹屁股 这个狗子的尾巴短了一点 好了 我应该带根绳子 怎么了 他是邀请你加入他们的家吗 这几个家伙跟着班哥走 我去 这是班哥同款啊 为什么这的狗子是公狗 跟班哥一毛一样 比班哥大一号 这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啊 你看你们哪个好看一些啊 哪个好看一些 我是看见路上好多伞一样的狗子 所以就没给他说什么了 这家伙被这些狗子甩着尾巴围起来了 这班哥一过来 一群都过来了 这个架是hold不住了 我带他走了 走走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走了 走走走 跑起来走走走快点走回去了 快点 这个家伙跟班哥挺像的 看他的耳朵 是软耳 好家伙还有软耳啊 拉呀 走 这个家伙赶紧回家去吧 不要跟着他玩了 不要跟着他们玩了 他回去了 过来 虽然班哥跟他们玩啊 他也能叫他回来 哎 又来一个 把我挡住 过来 快点 这个方向就是卡纳斯的方向 我们从这边过来 大家冬天过来的话 可以选择先去和墓 再去卡纳斯 最后来摆哈巴 从布尔金县去和墓 然后到卡纳斯 接着来摆哈巴 从摆哈巴直接去哈巴和县 这样子不走回头路 走 我们回车上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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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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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赢了 不要去了 白哈巴的最后一缕阳光 你看这边 整片山都被染黄了 好吧 我们也回车上去了 看见我们车停哪儿了吧 我们车就在前面那个小房子旁边 看到车里面那个狗头了吗 这个家伙也在欣赏日落呢 走 放车上去啊 好了 我们已经吃过饭了 刚刚做了一个蛋炒饭 我随便吃了一点 看一下我们这地图 我把它从墙上拿下来了 这是第一次画这个地图啊 之前有朋友说叫我用那软件 但我发现啊 这个手机屏幕实在太小了 没有这个直观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之前走过的路线 再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路线 我们出发沿着一个G5金坤高速 到达的西昌 接着沿着G5金坤高速 就到这个缅宁县 然后我们就下高速了 从缅宁县 就这样 到了九龙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的新都桥 后面就沿着318国道 在雅江这儿啊 我们去了一趟黑石城 在这个上面 这样子 从黑石城下来 我们就一直沿着318国道 过礼堂 我们就沿着个八百县 到的这个白月 然后德格县啊 往回走了一段 这里是缺尔山 山腰起国道 然后我们去的石曲 进入青海 到了青海之后啊 我们就去的这个月树方向 就沿到制多县 然后再往前走 曲马来 在大概这个位置是啊 就是离曲马来 可能60公里左右的地方 我们在那打不着火 哇 那是最艰难的几天啊 这上面好像路线没有显示 大概是朝这个方向 然后我们去到这个 109国道啊 青藏县 当天晚上我们就沿着青藏县啊 直接的到达了这隔尔木 在隔尔木 宅了三天 我们就沿着这柳隔高速啊 大概就是这么一条路啊 柳隔高速啊 一路到达东黄 东黄待了快周的时间 然后去逛了一下玉牙泉 在这附近转了一下 后面呢 我们就沿着这个 从这儿啊 这也是柳隔高速啊 这样过来 接着沿着这个高速 然后这一条是连货高速 然后我们就一路到哈密 从哈密我们就下高速了 翻越天山 到达这个巴里昆 在巴里昆湖这儿待了两天 然后沿着巴里昆湖 我们就去到这个穆里县 我们就沿着一条啊 边境公路 一直走啊 过萨尔托海 就是 然后再离富云县 可能60公里的离开这儿 我们在这里 完成了我们的跨年 度过了我们 2021年的最后一天 2022年的第一天啊 元旦 我们就从这儿出发 沿这条路走啊 其实后面的行程就很慢了啊 我们到北屯 在北屯休息了一天 我们应该是往卡纳斯方向 但是我这个走错路了 然后走得到 快到阿勒泰这儿 就转过来了 接到布尔津啊 通话小城布尔津 从布尔津我们就去河墓 河墓在哪儿 冲霍尔 冲霍尔在这里 去到河墓之后 在这儿待了两天 就又掉头回来 从这儿去卡纳斯 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 从卡纳斯待了两天 然后我们就去白哈巴 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在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一路以来的路线 今天啊是我们冬之旅的第43天 滴滴还有一周左右 就能跟我们回合了 但是滴滴的工作单位 对这个行程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得更改路线 接下来我们应该是从白哈巴 去这个哈巴河县 从哈巴河县 然后就沿着它国道啊 就走到这乌鲁木齐 然后去这个库尔勒 从库尔勒到阿克苏 我们在阿克苏会合 看来这一次啊 又要草草的离开新疆了 本来是计划在新疆深度游的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风景它一直在那儿 但是陪你看风景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西藏了 西藏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地方 新疆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地方 以后我们一定会再来的 希望以后我们能把路线 画满整个中国的地方